曾世强解读道德经 《道德经》第四章 首先一句话叫做道冲 而用之或或云 道有人说是冲而用之 其实不是 道冲它是个名词 因为道它是虚的 它一定要冲才有作用 如果道它是进的 它就生不出东西来 你看中国人说 来来来来 我们冲北茶吧 为什么茶用冲的 就是根据道德经来的 现在不是泡茶 什么叫泡茶 你拿什么去泡 冲茶 很多时候一冲 它的味道就出来了 一冲 它一个新的东西 它就产生了 所以道冲而用之或或云 你看它 就是个很简单的动作 但是你怎么做 怎么把它使用 它都不会满 它不会满人 因为一满就没有用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老喜欢满 一满就满遭损了 一定是损的 那你招损干什么 你不要让它满就好 因此呢 冲就是死它虚的意思 它永远不会满 所以它永远可以用 实时保持冲虚 你就永远可以使用 这就叫爆 烟是万物之中 烟是水的深谷 是万物之中 它好像是所有万物的本源 好像都从这里生出来的 你看科学告诉我们 海洋江河里面的很多东西 有很多是宇宙万物里面最早出现的 那它是怎么生的 下面有一段来说明它的过程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的道 跟西方人对道的认识 好像有点不一样 它说 错其类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成 你先看这四个旗是什么意思 就是道的着用 道的着用是什么 人家有类 你把它错掉 那不是 那就强制 那不自然 它是什么 它是把自己 类力的那一部分 类力的锋芒 把自己把它错掉 它这个道是很类力的 可是它把自己的锋芒 收敛起来 让你没有感觉到 我举个例子好了 天生人 天也杀人 人自然生自然死 就是老天的作用 就是自然的作用 就是道的作用 可是你会不会害怕说 哎呀这个道来 要把我收拾掉 不会 它让你没有感觉 它让你字化 这个字化两个字是 道最了不起的 我是有类力的 可是我很受念 那你没有感觉到威胁 它可以把很多的纷争 把它化解掉 可是它没有功劳 你好像它不存在 你慢慢从这四个字 你会感觉到 道它不威胁你 它不利诱你 它不恐吓你 它不主宰你 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上帝是主宰一切的 上帝创造以后就说 你们都是我造的 这个不是五一而不是 你们都要信仰我 这个不是功成而不拘 刚好跟老子所讲的 都是相反的 你从这里才知道 中西文化为什么这么不同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成 这四句话不仅是老子对道的解释 也深藏着老子为人处事的智慧 那么这四句都包含了哪些 为人处事之道呢 错其类 一个人不能分完毕度 不能到处要显示我的能干 那你会死得很惨 解其分 人家有什么纷争 你不能说都听我的 不可以 你要让他们自己去谋合 你在当中 你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让他都没有感觉到 合其光 你不能用你的光药去造别人 你不可以 你要让他自己显出他的光药 彭其成 你不能够上恶分明 四位分明 都不可以 因为对圣人来讲是没有坏人 圣人看到坏人 自己要检讨 为什么你这个圣人 还有这么多坏人 那你算圣人吗 沾洗四祸存 就是他这个生烟 一澄清下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水里面有东西 那就是道 道是平常你看不见 但是有时候你会 云云云云看得见 好像真正那个有就出现了 你看圣经里面告诉你 无会生有 你没有锋芒 但是你有锋芒的作用 你不去解决人家的纷争 但人家的纷争 因为看到你 他就化解掉了 人家拖人间有光 他不是因为你照耀他 他要感谢你 没有 所以我们也要各位去想想看 现在很多人说你要感恩啊 你要感谢啊 到底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老子他说 道是什么 无不知是谁之子 向帝之先 他用这句话来问道是什么 他不想有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 这个无也不一定是老子本身 因为老子也是极大成的 我认为 我们中国很少有我的概念 这个无就是我们 我们找来找去 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 他的爸爸是谁 他的根源在哪里 告诉我们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现象 都是道的作用 但是真正道的本体在哪里 向帝之先 什么叫向帝之相 相就是义经那个八八六四四卦的卦象 就叫相 第一次最原始的 就是太极嘛 一化开天嘛 所以很多人在解释相帝 就解释来解释去 他就没有找到根源嘛 老子这句话说 无不知谁之子 就是要去找根源 结果你不去找根源 你管那些相跟帝 转半天 你转不出来 它是什么 就是八八六四四卦 那些相的最原始的 那一化就叫太极 太极就是有的开始 相帝之先 就是说道 是在这些相的前面就有了啦 所以叫做先天 道是先天就存在的 相是我们后天才看到的 你如果用这样来解释 先后天 它就不玄了 有什么玄呢 每个相 它的背后都有它的道在 只是你一管迷惑在这个相里面 你跳脱不了这个相 你破不了相直 你就进不了道体 相帝之先 就是它是先以相而存在的 那就叫无 所以道充 它是有 但是有是从无生出来的 所以第四章就告诉我们 道是以虚才有作用 如果道一满 它就没有作用 请不吝点赞 这边